这个两岸经贸交流过去三十年来的成效 实际上是非常显著的 已经让台湾经济离不开中国大陆 这个离不开 它就会衍生出相当多的 甚至你看不见的 一些反对台独 拉动台湾的这种效应 这个去现在来看 那么所以我个人认为 尤其是我们这个双循环发展新格局 十四五规划所展现的这个发展前景 对于广大的台上是具有非常大的诱惑力 这是他们不可回避 也不可丧失的机会 我们从总书记到十四五建议的公报中 都一直在强调 还是要加强两岸的产业合作 和平的发展 或者以台胞利益的这个为福祉为归一 两岸经贸的持续的向前发展 是不以民进党政治人物 客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 和平民进党在关系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